这里是老杰森与我是主播阿布 今天给大家分享电影《野孩子》 女主鲍碧是一个富家大小姐 因为妈妈早早就离开了 她便及父亲的所有宠爱而长大 养成刁蛮任性的性格 本来她父亲打算对着性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没料她越来越过分 竟把后妈的行李丢进了大海 于是鲍碧被丢进纪律严明的女子寄宿学校 学习人间疾苦 从小就含着金汤石长大的她哪受得了这罪 第一天就各种出丑 甚至还被学校里的校爸给盯上了 鲍碧本想给闺蜜和父亲打电话 哪想这里竟然破旧到没信号 与这里同样破旧的还有那些社友 不过好在第二天鲍碧碰见了帅气的弗莱迪 校长的儿子也似乎是这学校唯一的男性 但这个学校里的每个人都知道 校爸对弗兰迪感兴趣动不得 鲍碧也因此收回了目光 毕竟她也不想和这里扯上过多关系 但编剧可不肯放过她 在一次火灾书在演习中 暴毙误入了弗莱迪的房间 这个貌似而又充满活力的女孩 从此吸引了她的注意 察觉到弗莱迪的不对劲 小爸不爽了 她开始紧紧地盯上了这个嚣张跋扈的新人 被恶者的暴毙因此回到宿舍 体贴的社友安慰她 帮助她解决了信号问题 成功联络上闺蜜 只是她不知道她的男友已经惨遭闺蜜的魔爪 与表面一套背面一套的闺蜜不同 暴毙的社友们虽然比较保守 但他们都有一颗质朴的心 想让闷闷不乐 还被小爸欺凌针对的暴毙振作起来 于是社友们便帮助暴毙 违规伪计 比如把校爸的联系方式打印成牛皮血 把法语听力内容换成老师的绯闻 或者游泳池里堆满杂物 但即使如此 校长还觉得暴毙是个单纯的孩子 她的内在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坏 现在的她只是缺乏年长女性的指点罢了 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暴毙只是性格任性 缺少友情 拥有这一帮社友 还有了归宿感 还帮助吐气的他们在舞会上脱颖而出 而最后 暴毙也听从他们的建议 把头发染黑 焕发全新魅力 本来校爸还想着学着傲慢与偏见 和弗莱迪来一场浪漫 但这一层厚重 哪里比得上一个美国妞的放飞自我 暴毙赢了 并在不久之后 被她约了出去 度过了浪漫的一天 可等她回来 迎接她的却是社友的指责 原来有人偷偷篡改了她的邮件 内容满满是对社友的诋毁 暴毙因此众叛清离 再加上前男友的不忠还被抖了出来 绝望下 她点燃窗帘 但很快就手忙脚乱地扑灭了火 但她没想到的是 火竟然没能处理干净 她的一个社友因此被困住 暴毙不能眼睁睁看着她被烧死 于是她冲进火场 将社友救了出来 暴毙这下真的明白自己错了 她申请了学校裁判 愿意接受被退学的禁地 但无意间她竟然发现 母亲也曾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暴毙因此明白了自己的真心 她想留在这里 而同时社友们也发现了邮件的端倪 邮件发出的那天 暴毙正在和弗兰迪亲密 她是无辜的 解开误会后 社友们表示愿意帮暴毙作证 哪怕帮她做火灾的伪证 情急之下 校爸不小心说出了打火机的事情 可当场除了暴毙 怎么会有人知道打火机的事情呢 原来一切都是她干的 这下她踩进了自己挖的坑 暴毙最终也得以留在这个学校 有些时候我们会碰到刻薄的人 但往往刻薄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他们只是不会表达感情 只要你对他们真诚以待 他们也会对你们敞开真心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如果喜欢本期节目 不妨多多点赞或是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